北美每11個成年人就有一個人用阿金飲食來減肥 他死後體重受到爭議的原因嗎 阿金飲食比較複雜分為四個時期 老婆你不要說我都沒有再努力喔 其實我也是有在找減微肚的方法 我聽說有個阿金飲食不錯 這名字很好聽 你看我又不要來試試看啊 你是說那個連過世後體重都備受爭議的減肥醫師 這是阿特金斯所提倡的高熱量減肥法喔 什麼意思過世後的體重 難道他自己很胖嗎 那是一場醫學界減脂派跟低醣派的戰爭 實際的真相啊 根本就淹沒在兩派的扣水裡啦 嗯這感覺有點八卦喔 說來聽聽 心臟課的阿金醫師本來在紐約開一家私人診所 因為生意不好就逐漸變得憂鬱而肥胖 他追蹤的時候體重高達100公斤左右 比他高中時期大約重了40公斤 讓他自己都沒辦法忍受 於是在節食減肥不成之後 阿金醫師就查閱大量文獻 想要找出自己肥胖的原因 最後他受到19世紀發現肝糖的法國生理學家 貝爾納和生酮飲食研究的啟發 就以糖類攝取過剩會在體內轉化為脂肪 而蛋白質比較不會 且壓制糖類攝取會使體內燃脂的幾個概念作為理論基礎 在他33歲也就是1963年的時候 開始施行一種叫杜邦飲食的低碳減肥 這種杜邦飲食是潘林頓醫學博士所開發的 他認為肥胖是人體無法分解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反而會將它轉化為脂肪累積起來所致 所以認為減肥並不是要減少脂肪和蛋白質的攝取 而是要減少糖類的食用 因此杜邦飲食是每餐吃170-255克的肉 和56-85克的脂肪的高蛋白高脂肪的低糖飲食法 哇!那三餐加起來的油不就是255克? 好高的油脂喔! 比你生酮飲食8抹蒜的146克脂肪高出很多耶! 對啊!真的是好多喔! 可是阿金醫師實踐了都邦飲食法 經過了6個禮拜的時間 瘦了快13公斤 都不用忍受節食的痛苦 而且速度超乎他的預期 他非常興奮 他的瘦身成效很快就在靈體間傳開 來他診所接受肥胖治療的病人大排長龍 卻依舊落意不絕 阿金醫師的減肥法後來會爆紅 引起全國性的關注是因為 美國當時當紅的談話性節目 今夜秀裡面的喜劇演員變瘦了 還在節目裡面提到了阿金飲食 因而得到很多時尚雜誌的報導 隨後阿金醫師就跟出版商簽訂了出版合約 在1912年推出他第一本關於減肥的書 叫阿特金斯博士的飲食革命 怎麼感覺這個爆紅的經過還蠻像計畫好的行銷手法 不可能喔 不過他們也真的非常成功 當時出版商還說服阿金醫師審去書籍的影文和註解 以吸引一般讀者 結果這招見效 書一退出四個月就銷售百萬冊 後來也名列世界最暢銷的書籍前五十名 一直到他過世後還非常暢銷 據2003年的調查 北美每十一個成年人就有一個人用阿金飲食來減肥 而好萊塢明星更是屈之若霧 但是阿金醫師在書中審去科學文献來支持他見解的做法 卻讓他在醫界遭到側目 更何況他提倡的飲食觀念 還跟那時候的減肥主流減脂派有所抵觸 那時候書剛出版 美國最大的醫師組織 美國醫學會就譴責阿金醫師的飲食觀點 讓阿金醫師非常生氣 阿金醫師認為 美國醫學會忽略了之前關於碳水化合物的研究 但是當時低脂減肥的風頭震盛 政府也大力推行 所以阿金醫師的低碳飲食也就飽受醫界的批評了 這就是他死後體重受到爭議的原因嗎 堅脂派根本不相信他吃高油脂真的能減肥 沒錯 上個世紀60年代起的30年都是堅脂派大行其道 自從推廣地中海飲食的美國生理學家凱斯 提出飽和脂肪酸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以後 堅脂派就主導整個醫學界 不過 長壽的凱斯活到101歲 也為他的理論提供了最好的實證 反倒是比他年輕30歲的阿金醫師 比凱斯博士早走一年 2002年阿金醫師榮登年代雜誌最有影響力人物的那一年 還因為心臟病住院 因此他體重引發的爭議也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心臟病他真的吃太胖了嗎 他的妻子說阿金醫師的心臟病是病毒引起的 但2003年也就是他心臟病住院的隔年 他在大街上走著走著就滑倒了 住院9天後就過世 當時還傳言說他是因為心臟病才跌倒 還有人故意洩漏法醫報告說他過世時的體重高達117公斤 但後來根據查證他跌倒住院的體重是88公斤 多出來的體重可能是入院治療造成的 但對於一個身高183公分72歲的老人家來講 88公斤不僅過重再多個兩三公斤也就是肥胖了 所以他的數字比我還爛 我還要用他的減肥法嗎 我的體重都在標誌範圍以內 只是多個尾一度而已 你應該也不會喜歡他的減肥法 因為他的減肥法分為四期 一開始比現在的生酮飲食還要嚴格 糖內只能吃20克 這種不能吃白飯的減肥方式你一天都秤不了 不過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講了這麼長的阿金醫師 總不能不介紹他的減肥法吧 難道不就是杜邦飲食法 你剛說的那樣嗎 不是 阿金飲食比較複雜分為四個時期 叫20、40、80、100 這四個數字分別代表 每一階段所能攝取的淨碳水化合物 淨碳水化合物也就是 碳水化合物減去膳食纖維的量 像100克芹菜總碳水化合物含3.1克 膳食纖維含1.4克 這樣淨碳水化合物就是1.7克 蘆筍總碳水化合物4.5克 膳食纖維1.4克 淨碳水化合物就是3.1克 因為扣掉膳食纖維 所以能吃的蔬菜就會多一點 在第一階段壓在20克的碳水化合物裡 能吃的蔬菜大約是12克 但卻不能吃水果 這個階段至少要持續兩個禮拜以上 直到減去15磅 也就是6.8公斤的體重 剩下8克左右的糖類 阿金飲食用在起司和堅果類 堅果類大約30克 起司分量壓在85-113克裡 100克的起司大約含有1.3克的糖類 它比牛奶100克就含有5.8克的乳糖要低很多 所以 威廉 如果你吃生酮飲食 就可以用起司取代牛奶 但我喜歡喝牛奶 不喜歡吃起司 想要調整體質啊 飲食就不能隨心所欲嘛 阿金飲食的第一階段叫誘導期 是要壓低碳水化合物 促使體內燃燒脂肪產生酮體 至於這個燃脂原理 我們在生酮飲食的那一集說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阿金飲食的蛋白質 三餐中每餐都可以吃到 113克到170克的肉類 這個份量是相當多的 跟生酮飲食差不多 一個蛋大概35克的肉 一塊大一點的雞胸肉 也大約是170克左右 而阿金飲食是不限制脂肪的 可以隨意吃奶油、沙拉醬 這也就是阿金飲食為人詬病的地方 雖然 他也不建議大吃特吃就是了 所以第二個階段 我就可以吃40克的碳水化合物囉 不是 他的碳水化合物不是一下子就加上去的 而是每5公克5公克的加 比如 你如果要吃鳳梨 他是每100公克含有11.6克的淨碳水化合物 要添加5克的糖類 你就只能吃43克的鳳梨 大約是兩片 這個階段的目標定在-4.5公斤 你必須逐步的增加糖類的攝取量 只要體重沒有繼續掉 你就不能添加糖類的攝取量 甚至要調回前一階段的糖類攝取量 直到你的體重持續降 你才能繼續5公克5公克慢慢加 一直加到每天攝取量達到40克 並且體重維持下降的趨勢 降到4.5公斤 這時候你已經能夠吃水果 只要是碳水化合物能夠壓制在你的體重 所能夠容忍的範圍以內 而第二個階段叫平衡期 是讓你的生活跟身體 都能夠更適應低碳飲食生活的階段 那以後也是逐步增加嗎? 每次都增加5克的糖 是不是總有一天能夠吃白飯? 依據理論是可以 但是它的量仍然非常低 阿金飲食的第三期可以吃的糖類是80克 和第四期的100克終身保持期 都可以選擇含糖量較高的澱粉類食物 諸如麵包、米飯等等 但依然要看你的體重 況且這個糖類攝取量 也是均衡飲食的40%而已 還是量比較少的 如果要吃燕麥這類的高鮮骨類 幾乎也就沒有吃白飯的空間了 還有到了第三階段 已經減了12公斤左右 有的人可能已經進入了停滯期這時候 就要將每天的糖類攝取量 一下子減少10公克 至少維持一個禮拜 然後在依據你的體重狀態 是不是持續減少慢慢每次地增5克的碳水化合物 直到你的體重持續下降到4.54公斤 而當你的體重達到標準狀態 你還是要保持每天攝取糖類不能超過100克 用這個標準來維持你的體重 如果你的體重又超重 就要立刻回到前一階段的糖類攝取量 用這個方式來維持不負胖 至於這種飲食可能帶來的風險 大概跟高蛋白減肥與生酮飲食差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們那兩集的介紹 所以阿金醫師壞壞喔 他已經腹胖了 卻沒有回到前面的減糖階段 就被送進醫院 真是晚節不飽啊 你要這麼說 我也是不反對了啦